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遍所有美食 晚遍所有国家 哈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民国113年6月16号星期天 酒吧新闻台的超级玩乐大帝国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第二小时带大家去的是一个国内旅游的好地方 去哪里呢 去骑津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题目叫骑津漫漫游 一讲到骑津 大家可能只想到 就吃海鲜那个地方 再来的话可能很多人想到 就是说我们到那个地方 有一个四轮协力车 可以骑逛逛教堂等等 其实迄今它有非常深厚的历史 然后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里面有一个高雄第一间的妈祖庙 还有台湾 挺好 台湾第一间的礼拜堂 或者是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骑后炮台 这个地方是一个曾经是恶守高雄港的重要的军事基地等等 所以到骑津去玩 绝对不是只有吃吃海鲜而已 当然吃海鲜很重要了 但是不是只有吃海鲜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个对骑津 有深度认识了解 甚至专门在带领这个想要认识 骑津的朋友的这个深度旅游的这个导览的老师 导览的讲师李一志老师 还有在地带路人周沛文老师 两位跟他们连线 由他们来跟我们来介绍这个骑津 其中这个李一志老师 他自己是大港校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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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 美国谬师金奖等 就是个很厉害的艺术工作者 策展工作者 周佩文老师 他是齐金岛的大成人 大成义包 大家想想在地人 然后家就住在大成新村里 喜欢分享大成岛居民 不同的风土饮食 我一听到这样子 就觉得好有兴趣 喜欢跑步 用双脚探索齐金的风土 可能这个齐金 给他不到跑几百遍 跑多少圈呢 所以今天特别跟两位老师连线 由他们两位来带领我们认识 齐金两位老师在线上 两位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个李一志老师就是男生 这个周佩文是女生 好来谁来先开始讲 是怎么样的这个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好了 这个齐金漫漫游 好像是一个社团 对不对 你看看到这个后面的logo 是在这边 然后齐金漫漫游是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工作 认识了非常多在地的伙伴 那这些伙伴他们有想要把家乡的这些风土 介绍给高雄人 就像是我一样 我在齐金工作十一二年 然后认识的齐金跟一般的游客不一样 那也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认识佩文 所以你们两个认识十几年了 好的工作伙伴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听到他们分享非常多在地的像是大城这些故事 饮食啊 游烟啊 那我们觉得很有趣 所以从去年开始做这个国发会的青年陪力工作站的时候 我们就找了一个很强的伙伴啊 就伯爐 然后一起来策划我们的这个齐金漫漫游的导览团队 那我们也找了像是港督认识网一起来做这个在地的导览员的培训 那所以我们导览团员都是我们的齐金人 他们有自己的观察 那有不同的主题跟兴趣 他们推动这样不同的路线 要给不同的这种消费者 或者是外部游客 所以我们今天去高雄玩 想要去齐金认识齐金 我们就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系 然后你们可以派领导览解说员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没有错 哦这要不要费用啊 要费用 然后我们专有主题路线 跟特别路线 就是常态路线 经典路线 那经典路线我们有做成一张地图 这个地图的插画设计 然后里面的编写内容 也都是在地人来创作的 所以你们针对齐金有设计了 不同的主题的路线对吧 那也就是说客人游客 想要参与什么样的路线 就我们就去勾选就对 然后你就派对的导游 那条路线的专职的导览解说 陪着我们带领我们去深度认识齐金 是这个意思 对那我们透过什么方式来定的上网 上网上网可以到我们大港消息息的这个脸书啊或网页 为什么是漫游 两个都可以 齐金漫漫游也可以 大港消息息也可以 对因为齐金漫漫游我们刚成立 那不如帮我们成立了一个网站跟那个脸书视团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这个新的这个平台 平日平日也有专业的导览解说员吗 平日因为假日一定一定有嘛 但平日也有就对了 平日也有我们一般会自己推出 然后开放给这个散客报名 那如果团体的话可以用预约的形态 跟我们来讨论他们你们想大家想要走的路线 齐金漫漫游 我觉得这个这个就很清楚就是齐金 可是大港的话 这个涵盖的地方是不是更多 大港就是包含高雄港周边的这些聚落等等 然后所以还有包含游船的坐船的 然后来看一下高雄港的风光 进到我们齐金社区认识这些相关产业 哦OK 所以那那那那佩文你是干嘛 你是大成人哦 大成人我觉得我老我跟你讲 我我其实很很很尊敬了 因为我记得那柯宋良是大成人吗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然后我觉得就说你们 你们就上一代了很辛苦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对那个地方是非常尊敬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你就因为爱乡爱土 所以你也跳下来做了 对啊 还是你有别的工作 你有别的工作 我有别的工作啊 我在书店工作 然后是因为认识他们这一群很厉害的人 然后加入这个培训计划 然后开始 哎我也因为这样子去了解我自己的家乡 你本来不了解哦 知道但是没有去这么深入的去爬文 然后甚至于去看那么多的历史资料 然后去梳理脉络 我觉得这是我跟他们在一起 这个培力计划学到最多的东西 所以你们最重要的宗旨是培养更多的 这些所谓的这个导覽解说人员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现在有多少位了 现在目前会有五位以上到七位 也不算多哎哦 对对对 如果每天都要有人导览的话 那累死了哦 而且一天不是一般啊 对不对 累死你了 我们当然希望每天都有至少一般 对啊 那很累耶 其实走一趟要几个小时哦 呃 有其实也是客制有两小时三小时到上下午都可以 那我们中间可以搭配一些风味餐 像大城的料理 啊 真是好棒 那大城这边的社区蛮有趣的 可以请佩文来介绍一下 那谁先讲 那先佩文先讲大城社区好了 好不好 我们大城社区有 呃 在其今实践新春 我们有大房子跟小房子之分嘛 那是什么意思 其今实践新春 哦 呃 对大城新春 然后我们有大房子 大房子就是呃 你家里户数 当初来台湾的时候 你家里的户数超过六个人 然后你就会呃 政府分配到六到八坪的房子叫做大房子 然后小房子就是四人以下 那他我听了好想哭哦 大房子八坪叫大房子 对小房子是三坪 然后还有可能是我们两个都是呃 就是同性别都是单身的男生 他可以两到三人共居一室的那边叫做小房子 那个村子村子名叫什么 大城实践新春 大城实践新春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规格 嗯 很辛苦的 然后对啊 那我们的庙呃 我们很特别的宗教信仰就是我们有拜奖公 那就是民国六十四年奖公过世之后 那大城人为了感念奖公把他们远从周三群岛带过来台湾 嗯 然后盖的庙 然后来呃应该一开始是灵堂 然后后来变成庙员 那我们这边那个绳子啊是呃 跟我们原乡一样 就比如说会有鱼丝爷啊 会有软臂真君啊 有什么 这这个地方有点不清楚 鱼丝爷跟软臂真君 哦鱼丝爷 跟台湾的一般信仰不太一样 哦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大城奖公庙 哎呦 对不对 这是其中一间 我们有两个大房子一间小房子一间 这还有这样分哦 那奖公当然要住大的啊 那就是小的 我有没有讲错一字啊 一字老师 对不对 怎么对不对 都很大啦 都很大 哦那还有分大小 这不对啊 这个是感恩堂 一个是报恩官 报恩官 好这个这个就是饮水思源了啊 吃果子拜树头 嗯就是感恩啊 是感恩 可是这个这个 这盖起来还是个庙的样子嘛 对不对啊 对 因为大城把他们原乡的信仰也带过来 而且刚刚配文指导的 鱼丝大神 鱼丝爷跟软臂真君 这两个神是就刚好产至于大臣 这个村子的 出自于啦 产至 对 出自于 他们就是神 就是人然后 神格化了以后 他们两个的原来工作是什么 鱼丝大神就是庇佑那个这个渔民的 因为大臣那边有非常多的岛 他们每一个岛都叫做什么山 南极山 鱼山 舟山 然后一江山 所以他们的主要的这种产业就是以约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捕鱼打鱼对不对 对 软臂真君好像是一个读书人 然后他过世以后他被神格化成为信仰 那都是张 不是 他一定要有他一定要有辉煌的辉煌的攻击或者是有无穷的神力 我们才可能奉他为神嘛 要不然的话你读书人你也念过我也念过我们就成不了神啊对不对 那那个那个软臂真君他是他是怎么回事啊 有点忘记了 你怎么可以忘记你很导览解说哎 不是不是好等一下这个等一下来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软臂真君大 鱼丝大使以外呢 还有包含管世音为主神的这些信仰 然后所以他们反而不是妈祖哦 你们捕鱼反而没有到外海不是靠妈祖哦 这边的话是下大成人他们拜妈祖比较少 那在其他岛屿的就是 就是像南基那些他就有拜 嗯 还有拜那个胡白娘娘 胡白娘娘 我我都不敢问你了他那胡白娘娘本身做什么 哈哈哈 对 因为跟台湾的信仰不太一样 啊我觉得像华城的呃 庙". 蠻有趣的就是他非常 在神明要生日的前一天就開始暖壽 然後到當天會祝壽 祝壽當天的話 他會派就是會有壽宴啊什麼的 甚至他會歡迎就是遠道而來的人 他會讓那些人帶一個伴手禮回去 這些都是信眾去送給遠道而來的客人 然後廟會也是一個聚集大成人共識的 因為他們就是我們當初那些叔叔阿姨伯伯們 他們都會離開原來的村子到其他地方去工作 那廟會是讓他們回來原來村子的一個動力 然後看看老朋友老鄰居 所以其實其實在辦廟會的時候 是歡迎外地人來一起參與的對不對 對沒錯 好我們進一段廣告帶回來繼續跟兩位聊 這個齊金還有大成 我們繼續跟齊金漫漫遊兩位的導覽老師 一個是李宜智老師 一個是在地帶路人周沛文聊這個大家不認識的齊金 因為齊金有很多大成人居住在那裡 因為早年大成我們都稱之為義包了 在那個地方政府在安置他們的時候 在那裡規劃了一些眷村 那大成上個階段就聊到了 在大成在齊金他們當地人的信仰 可能跟台灣很多其他地方的這個 人的信仰是不太一樣 比如說他們會祭拜講公 把講公視為神 我覺得這可以理解 因為是是感念這個講公啊 把大家這個一路啊 從大陸這樣一路安全的帶帶過來 平平安安的也感念他 然後呢還有還有那個阮氏必君啊 那個那個剛剛他們兩位突然斷片 忘記他們忘記那個那個那個 那神是做什麼的 後來後後來他馬上現在馬上來補 來那個叫叫什麼神 軟壁真君軟壁真君啊 來奇蹟光守啊麾下的一個大將軍 他文武雙全 那因為大成剛才提到都在沿海 所以他們幫忙了就是控 怎麼說守護了他那個倭寇的盡犯 然後所以歷殺了非常多的大功 就是就是把歐寇打跑了啦 對 對 所以大家就很改念他 所以他死後就被那個神革成這個 庇佑大臣居民的神職 所以那個地方是是有個廟的 供奉他的 有有有 而且我們這邊的這個講公感恩堂 裡面的這個神像 尤其像魚師大神的 當時是帶著一個畫像過來 所以在台灣在照 他的面容 跟台灣的這種神像的開臉不一樣 長長的不一樣 對 很特別 怎麼特別 你形容一下 就是天庭飽滿地角方圓 是不是 比較白 梅雨清秀 然後白喔 比例也不太 對 OK 那剛剛就 剛剛有講到這個在 在在在在在在 所謂的這個叫 廟會慶典的時候 有一些不同的這個儀式 還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剛剛剛剛有聊到 來我們繼續聊 這個是外地人來參與的話可以幹嘛 我們在那個授業的那一天晚上 然後如果是外地人來參拜啊 其實我們都會很慷慨的給上一袋的那個 呃呃像有糯米飯啊或者是饅頭啊或者是包子之類的東西 但主要都是以塑料為主啦 呃就是讓來拜拜的人不不至於餓著肚子回家 我來一定要拜嗎我來參觀行不行啊 你可以也會給通通都給 哦好 然後像大城的新村裡面的廟宇啊 哎 幾乎每一間都有香客房 就是讓住在外地很遠來的那些大城人 然後有地方可以住 像以前我看過有阿婆可能在呃暖壽前的一周 他就已經來到這裡了 哎 然後他就可以在廟裡面吃喝住這樣子 哎這個很妙啊 那他們是他們是從這裡移居出去的大城人 還是說純粹是外地人要來要來感受 也有外地人會進來 就呃也許是那個永和房那邊過來的 或者是呃其他各地過來的就會住在廟裡面 哎這個很妙 他們怎麼知道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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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要來拜啊 聽友會去通知他們 然後他們會這麼早來廟裡面是因為 漸漸很久沒見的朋友 然後順便打麻將 然後再帶一些大城特殊風味的一些食物回去 他們就覺得很開心 等一下你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打麻將這什麼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們大城人婚商喜慶都可以打麻將 而且打通宵的 哎這那你要知道原因啊為什麼 不知道啊就就喜歡就嗜好 然後要有人守著那個廟 那就跟犯商是也要有人守著那個臨堂 然後他就會 呼呼就是會叫打發時間啊啊打發時間就對了 然後讓有人氣在 哦 所以這是一個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啊 幾乎35個村子都差不多是這樣 像我我會去找其他的大城新村 我大概遠遠聽到麻將聲音 我就知道哦 這應該是大城人的句 不是那那那這個國翠要保留下去 你們小孩子就開始要要練了啊 是不是啊 這有老師教的嗎 要不然我生下來也不會啊對不對 你問一字一字不是大人哪也不會打麻將啊 一字你會不會打麻將啊老師 我不是大城人 對啊 要教的嗎 是不是這不是生下來就會啊 不是嗎 這是要有人教啊 啊 真的嗎大城都會哦 多數都會了哦 多數 哦 玩的跟台灣玩法不一樣 呃 類似 類似 類似啊 我是我是不會打麻將 所以我也不懂啊 你們你們要跟我講我就不知道 所以你們 要是哪裡不一樣 你想講就講不想講就算了啊 好不好 這國翠自己去學 好了 這個所以所以這個是這可以就是說 我們來到奇今可以去參訪走訪 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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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的這個村子 然後裡面有30個村子 但是問題是問題是除了看蔣公廟 除了看你們的信仰以外 大城的村子還可以看什麼 剛剛提到說這個村子是全台灣35個 然後當時是國民政府跟美元的經費來蓋這些小小小型的村 那其中是其中35分之一 然後這些人當時是因為他們的家長的職業 然後作為他分配在哪邊定居下來 所以其中的大城都是做碼頭工人 高雄港的碼頭工人 哦是哦 哦 我們的房子小小的一間 然後我們走到那個社群裡面可以去認識剛剛說的 不管是信仰 然後還有他們的飲食文化 因為在冬天的時候 他們會曬豬皮啊高麗菜啊 還有釀老酒啊 香、香、曬薑 這個都是... 什麼薑?曬薑啊 薑 大城人很重要的一個食物 就是他們的鄉愁就是薑 然後他們很喜歡 就是我們很喜歡冬天的時候弄一碗熱熱的薑湯麵 然後甚至於那一開始是讓 坐月子的婦女才吃得到的 所以是蠻特殊的一個飲食 嗯沒有薑,薑就是熱嘛 對不對 他這個坐月子 像香港人也是他們一定要吃豬腳薑 然後醋、醬油、薑 就是暖身嘛 那個身子會暖 大城人 他們的湯是泡酒 泡酒 對啊 在曬蓋 然後來村子裡面 還可以聽到濃濃的大城話 哦 這很少人在講了 對不對 大城人的這個美食 還有什麼特征 有專門的 在其今有專門給外地人吃的大城菜餐廳嗎 沒有 那很可惜 預約 預約炮製 不是 跟你預約哦 那你就既然 不是那你 就是這些嘛 是不是 對 這是配文的媽媽 這個是潤餅 那我們大城人很特殊 就是我們的潤餅不是清明節吃 是端午節吃 我們端午節沒有吃肉 是吃潤餅 為什麼 你有沒有查原因 查出原因沒有 沒有 那這也是相傳也是因為氣季光的東西 氣季光戰勝倭寇的關係 然後把食物捲在 呃 捲餅裡面 然後在 在泰州或者是 中國 浙江沿海 他們叫做捲餅筒 捲餅筒 啊 這你媽媽 叫做麥油煎 我們大城叫做麥油煎 麥油煎 來來來 這個這個這個有個東西 來 大城料理 這個好有意思啊 這個 哦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唐辛糕 那唐辛糕 在 在節慶裡面是中元節才會吃的到的東西 中元啊不就給鬼吃哦 呃用 欸要先給祖先吃完 哦 哦哦 啊這咧這咧這咧 旁邊那一碗是 草原 就是那個湯 糯米湯圓捏成的那個草料 那這個的話是呃 有客人來的時候上門才會做的料理 欸好妙哦 這湯圓用炒的鹹的哦 鹹湯圓我們一般吃都是 都是都是油蔥 放點油蔥 然後呃喝湯的嘛 但這個是炒的哦 弄炒的 哎呦好厲害哦 問題是問題是問題是 問題是只有你媽在做 那我要去我到哪裡吃哦 那我只能只能拜託周 周佩文老師欸請問一下 我來到這周佩文老師她媽在哪裡啊 哎呦在那在那 那我得預定啊對不對 要不然我怎麼吃得到啊 是 就沒有當地沒有一個大城餐廳哦 沒有 餐廳沒有都是一些在地的居民 他們會因為節慶的關係聚起來一起住 然後那個氣氛 不是那那沒有節慶的時候 我到其境吃不到嘛對不對 看起來不是一般耶 看起來是有有備而來啊 這應該是接待客人在 你看下面蹭的那個是什麼葉子啊 反正反正不能是姑婆魚啊啊 雪童啊雪童啊 不要不要蹭姑婆魚就對了 姑婆魚也是大片 但那個有毒啊啊對不對 這是我們去年11月辦活動的時候 呃結合當地的那個飲食 然後去做的一個活動 然後來參加的呃朋友就可以享用這樣子的美食啊 但是就是要預約也要付費這樣 當然當然當然 不過我的意思說 我意思說你們實在太純樸了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呢 現在現在台北很流行私宅餐廳有沒有私廚 你就是找一個老房子裡面啊 搞個一桌兩桌透過預定 哎就不用不用擔心 剛剛我們在休息的時候李一致講的說 哎我們就怕這個這個生意量不夠 誰要這樣不是嘛 你是預約我才來做啊 你沒有預約我就不用做啊 你是不是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有一直在規劃這個東西啊 我們再來7月14號會有這樣子的油層會推出 那有喜歡這樣子活動的人可以參與 什麼油層你沒講 我們有油層但油層內 啊 造成風俗飲食習慣 然後會招待來參見宇的那個朋友 會有一個餐食可以吃 那就是吃幾道菜啦 就春捲 那個 漫油煎可以吃漫油煎 然後可以體驗呃怎麼樣去摊那個餅皮 然後順便練練鐵沙掌 什麼意思鐵沙掌鐵沙掌是怎麼樣 就是那個那個麵團這樣子嗎 上面很熱所以你要擦餅皮 那你必須要耐得住那個熱度 那但是我們應該當天油層會用輔助的器具讓第一次參與嘗試的朋友來做啦 對呀要不然你的保險要投保很高啊對不對 手都壞掉了對不對 好了我們進一段廣告帶回來我們再繼續聊下去 嗯我們繼續跟這個奇襟漫漫遊的導覽講師李治還有在地的帶路人啊周佩文兩位聊奇襟啊 大家知道這個講到奇襟就吃海鮮但奇襟作為高雄港的門戶啊一定很多事情大家不清楚 剛剛上個階段我們花了一點時間呢聊到哦那個地方因為有很多當年早年的這個大城人啊來到這個地方依據他們的工作那政府有規劃不同的工作讓他們讓他們大城總共有三十幾個村子在台灣其中有村子在奇襟主要主要原因是這邊的人這邊的大城人他們的公主要工作就是建設高雄港蓋高雄港所以他們分配到的住居住地在這個地方 奇襟這個名字的由來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叫奇襟啊好怪哦哦 那奇襟這個由來好奇襟這個由來他原本一直都沒有一個完整統一的行政區的劃分的名稱嗯然後因為我們在這邊高雄港的第一港口出入口這邊有一個渡口就搭船地方所以這邊要呃有所以就成為有被稱為金就是渡口的金的意思哦那他因為旁邊有連接著這個 一個奇襟後山啊 奇襟後山那奇襟後山為什麼叫奇襟後山因為從遠方就漁民他進到這邊來他看到這個山是一個三角形那常常沙洲的這個島呢嗯就像奇桿就稱他叫奇山奇桿那後面的聚落就稱為奇後聚落啊 哦那那下面整個奇襟有非常多的聚落嘛然後包含呃什麼呃廟宅啊或者是烏松啊赤竹啊中舟啊等等的還有大汕頭這些哦那那最後呢因為在戰後呃我們在當時是希望劃分成一個完整的這個統一行政區域的名稱就在想說那要給他命什麼那我們就想到啊日本時代有一個漢學師從澎湖來的 叫陳錫如老師他成立了高雄第一個師社就叫做奇襟銀社哦那那就奇古堂皇就奇山奇跟古山然後二手高雄港的安全那堂皇呢就是威揚我武就是說呃透過這個武力然後要外國的這些船商 船船船泡利不能浸泛嗯所以就以這兩個字叫奇襟取之於哦他行政區他的名字的由來對不對那哎奇襟迷人的地方到底在哪裡就是我們剛剛講說哦奇襟大家就講到奇襟就是海鮮嘛要不然就剛剛講大臣的這個大臣人的生活形態這個大臣生活文化我們也可以去體驗風土民情然後大臣美食還有什麼奇襟 還有什麼其他迷人的地方嗯其實今天哦剛剛有提到是一個打狗這個海邊發展最早的一個社區所以他有第一個媽祖廟啊高雄市第一個媽祖廟那還有第一個這個掌擾教會所以我們這邊是對禮拜堂那禮拜堂瑪雅各醫生他在這邊上岸以後他比馬接醫生還要早很多年哦所以他是荷蘭人離開以後第一個外國人的這個宣教室進到我們台灣就是瑪雅各 在這裡哦那他保留他的還有他的這個這個對不對這個這個地方對啊他這個是最近幾年改建的然後他仿哥德士的這個是這個是什麼地方這個這個名字建築物這就是長老教會就是齊後長老教會瑪雅各醫生帶過來的第一個教會的延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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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風這好厲害這個畫這個東西的作者是誰這是個畫的已經的這個媳婦哦我們的這個媽媽祖廟 他們有地圖也是他幫忙創作我們邀請他畫了非常多的這個期間風景哎對啊這個這個畫得很好哦還有味道哦對啊他在疫情期間那因為在家又要帶小孩等等他就重拾他的畫筆那他的作品他會轉成明信片啊貼紙紙膠帶嗯然後賣到直接各地哇哦這個教堂齊今長老教會的教堂那重新蓋好了 可以進去參觀哎可以可以還有一個博物館的地下室要預約的哎他博物館裡面平常展出的展品是什麼 我還展示一些當時透過宣教室他的本業瑪雅各是醫生所以有一些醫療史的發展哦這邊也是因為瑪雅各醫生所以帶來了全台灣第一個這個醫學是的這個培訓的科這個學校這樣子制度哦你的意思說一等醫學院啊 最早在那邊的這個醫學教學對對對在這邊教學招收了幾個台灣人哦所以你看啊這個都是宗教嘛啊建築宗教教教會裡面還有一間台灣的呃高雄第一間幼兒園托兒所他叫愛兒園然後也是由教會去創立啊很很可惜的是因為 因為期間的人口外移比較多那以至於現在已經廢校了就是已經不招收血統了哦哦人也不夠了哦對不對開了開了也沒事幹對不對啊還有我覺得我們就照著這個我們準備的圖片來說故事好了來這是哪裡 我這是其後砲台啊他是國地古蹟而且他是全台灣唯一一個中西河壁的砲台砲台還有中西河壁哦對你可以看到他在用這個磚紅色的這個建築上面還有一些用呃你看他有兩邊哦有這個洗字哎對我就覺得莫名其妙這在洗這在洗什麼啦他打仗那其實在開心什麼你看這裡這裡有洗字 這裡這裡也有這是這這邊的洗字寫寫寫寫法不一樣哦有嗎來為什麼哪裡不一樣當然當欸早期的漢字是有非常多的異體字就是他有不同的寫法代表一個那我們在很多的文件是猜測啊很多學者應該是猜測說呃可能是叮牛拼廠像蓋廟一樣哦左邊一個降師的團隊右邊一個降師的團隊然後他們依據的這英國人設計的 這個呃砲台然後來蓋看著蓋著好這樣 那就這個這個那砲台蓋在哪在後面對不對 對蓋在旗後山啊靠近這個呃西側那這個是這個是這個是一個口是不是這是一個門口是不是 這是他的出入口這個現在變成出入口的位置現在改了改成後門進來 所以你必須走到砲台的底端才可以到這個出入口那他這邊除了這兩個雙洗很特別以外 還有這個蝙蝠的呃潛雕所以他有這個雙洗四幅的寓意哦四幅那請問一下這個地方 藍天兩個字看得到後面兩個字看不到了什麼字啊對那當時呢就是因為在這個呃 以為戰爭的時候日本派遣了幾艘船艦啊然後高高雄奇津這邊外海就是沙灘啊海水浴場這邊然後發射了幾顆炮袋 嗯然後就把這個門櫚打破了啊所以呢他當時轟炸了這個威震天然兩個威震這兩個字 所以他就 那他這個他這個為什麼那天然兩個字沒打到就對了 當時沒打到那但是因為聯酒師修整個都毀掉 那在修復的時候他們就依據的老照片然後去把這個天然兩個字附刻出來 可是因為早期的這個呃文獻有非常多寫威震 威震欸威震兩個字到底是地震的震還是震作震還是有其他的意思 然後所以大家嗯就想說那就留個伏筆 所以用淺淺的寫威震然後天然就附刻 威震上面有寫嗎我看不見啊 有有淺淺的這個對有淺淺的畫寫了一個威震用刻痕對這張照片顯露不太出來 對啊 會有天然兩個字是因為我們對應的北邊的這個哨船頭古山這裡有一個雄正北門所以一北一南 哦好啦這個這個旗後砲台是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以前的歷史 這個也是旗後砲台對不對 對這可以眺望整個旗津跟高雄港哦是非常好的一個廟網點 哦欸那那個時候古砲不在了哦 對古砲大家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在哪邊 對那他其實原本有四門阿姆斯特狀的後堂炮啊 然後對外海跟高雄港這汽車這裡 啊這個炮台是日本人日本人蓋的對不對 啊不是是清代因為清代的人 這個牡丹色事件啊 所以引發了清朝的這些呃政府 他們對於海防的重這個重視哦 這個東昌口岸台灣的都各有炮台 來這個這個這個地方就我這樣子怎麼拿啊 哦這樣拿對不對 這樣這樣拿 好這個還蠻海提你要講嗎 好來還蠻海提哦 他是從砲台往下看的這個一個景觀哦 那因為他被網美這個的拍照 所以形成一個著名的景點 他原本呢是日本時代在建設高雄港現代化 所畫出來的所建設出來一個防波堤 哦他是個防波堤 那這個防波堤他怎麼蓋 他就是從其後山的山腳挖出了我們現在的星空隧道 然後在其後山腳直接做水泥 然後透過輕便鐵道往外輸送出去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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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一塊往下丟 那比較大塊是在林阿寮那邊做 透過船隻拉過來 所以在丟的過程這邊是防波 所以他的浪比較大所以就有點硝波 所以形成了這個海馬造型的這個體 那很厲害啊 當當年的這個這個這個施工的方式 就一塊一塊往往海裡墊對不對 對那西子灣那邊有一個是防沙體 所以兩邊就形成了高雄港出口 那邊就很直 因為那邊波浪的力道沒這麼大 這邊就很大 哦 所以所以弄起來就是這個人定勝天啊 這個這個以前是怎麼怎麼往下放的就不知道 有一些有施工照片 當時他們也有照片 有是要要要要有潛水服哦 要不要 也要一會也也需要 對 你看這個這個這個就漂亮了 這什麼地方 哇這個是我們的高雄燈塔 那這就是剛剛提到第一這個港口的出入口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高雄港 可以看到也有燈塔 是現在從這兩三年對外完整的開放 所以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全年無休 那他可以看到這個燈塔的頂部 有一個風向側風移 側風全台灣唯一一個用漢字標示東南西北方位的 全台灣唯一用漢文標示東南西北的真的啊 對對對 那這個這個燈塔是誰蓋的 這個燈塔是日本人蓋的 我們現在也 有在跟一些學者討論這個燈塔有沒有資格成立 變成國定古氣 是因為旁邊還有第一代跟第二代的燈台跟 他保存了不同曆代的這個燈塔設施 OK 好我們再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看圖說故事 看圖才有意思吧 我們趕快繼續跟奇景漫漫遊的導覽講師李一志 還有在地帶路人周佩文聊這個奇景到底有什麼好玩 然後迷人的地方在哪裡 上個階段就聊到了 哎呦這個這個燈塔好有意思喔 剛剛李老師說還有這個這個燈塔 對他現在是全台灣 算很完整開放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 所以黃昏時刻我們可以看到燈塔手在這邊開燈 那主要現在都已經電器化跟自動化了 你所謂電器化就是說他開燈只要按個鈕就好了嗎 對不對 還是手手機遙控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他們會去把那個窗簾拉開 因為平常那個曲面玻璃如果在白天吸光太多 可能燈泡會破掉 噢是喔 燈塔這些守護者的這個工作 嗯你說現在燈塔下面這個房子現在變成了一個網美咖啡了 燈塔下面的房子現在是做展榔廳 以前是辦事處跟這個電機房 然後在下面這個街道的下面還有一排房子 也是也是在園區裡面變成網美咖啡店 也是我們在地的清廉台岸線咖啡 噢 那一定那一定很很擠很滿嗎 大家都來對不對 對 哈那站在門口了 哈哈哈 還有一個戶外用用餐區 啊這個這個就是啊這個就是老娘到此一遊就對了 哈 到此一遊在那個伊港口的進出口 在這邊除了可以跟這個照相以外 還可以欣賞欣賞那個大船進港的一個畫面 非常壯觀 仰望的姿態來看這些大船 喔 好這個就是跟著你們欸 欸這張照片應該有一點意思了 對不對多肉植物啊 對對對 那其今呢 他這邊因為過去整個齊后山 他都是軍事管制區 所以很多的在地人小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上山 那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包含 他是這個軍事管制區以外 他周邊種了非常多的這種 那種軍事防禦的這個植作物植物 對 所以這個是這個 仙人掌 那個仙人掌 然後整個齊后山是作用山豬家 還有林頭 然後他就是都是帶刺的植物 所以我們覺得跟整個 這個南國的這種海港的情調很像 所以這個也可以欣賞夏日他開花 欸你知道這個仙人掌可以做冰淇淋 你知道嗎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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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色或紫色有沒有 對 有功夫很多 這是哪裡啊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據點 叫做海軍第四造船廠單身技工宿舍 宿舍 宿舍 他是其中 他整個我們的據點就是包含 我們錄音室的這個空間之一 這裡有八重紅色總共兩千坪 現在是中山大學在管理維護的 你看這下面還有一些地方 對 不同的 房舍 然後他有廚房啊 有食堂 有中山寺 有三個寢室 浴室等等都做不同的工 那現在那些那些軍 軍人都不在了 對他在民國一百年左右都撤離了 因為主要是造船廠的工人 哦 OK 其實還蠻有味道的 對對對 歡迎大家來玩 那現在這個地方變成什麼也是一個咖啡館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的co-working space 就青年在這邊可以共享的一個 共享空間 嗯 對 來來來來 這個是 哦 這就是剛剛提到最著名的奇經的天后宮 哦 他的歷史 嗯怎麼樣 對他剛剛修復完 然後 所以他的整個這個廟的 呃 怎麼說 他也充分的被水漏出來了 花山的木雕石科等等 他的歷史 剛剛有提到是全高雄打狗地區 最早的一間媽座廟 那因為有一些從中國沿岸的移民 他們呃 呃 不小心來到了其後 發現說這個地方很不錯耶 他的漁場非常豐富 嗯 所以他就回鄉 去把他的 這個家人帶過來 就搬過來了 所以以虛安去走 對 他們就帶了幾個這個幾個姓氏 進到這個地方 劃定了這塊範圍說 那我們要在這邊開始囤墾了 那有一塊地留給媽祖蓋廟 所以就從這邊開始興起 哦 OK 他的這個門 門延上面的這個呃 門簾就有寫剛剛提到那首詩 旗鼓彈簧今年鞏固 呃 威揚我舞刻撞旗幼 這樣的一個詩句 哦 哎重重點是靈不靈啊 哦 非常靈 裡面有一個匾額哦 是當時的鳳山 因為鳳山是以前超順的古城嘛 啊 那鳳山那邊的人就聽聞說 哇 在遙遠的其今其後漁村 有一間媽祖廟非常的靈驗 嗯 那他一直跟人家說 他就覺得說一定要來這個 拜 對 他來了以後拜了以後發現香客眾多 許的願那個都有達成 所以他就呃做了一塊匾額 就有點叫做呃 見觀不爽哦 就是他真的親自來到這邊 他試驗了以後真的完全驗證了這個事情 哦 就完全相信嗯 對完全相信 所以很靈驗 哦 哇那 那是在拜什麼的 拜發財 還是拜出海平安的 這有分的 這有分嘛 對不對 拜平安的 拜平安的 欸這看起來就 這是什麼 這看起來是食物啊 這個食物我們交給我們美食家 嗯 那他大概是在端午節前後 然後看著潮汐流水會進來高雄港 他是一種魚子 那我是小蝦 小蝦 赤尾青哦 哦 靈蝦 蛤什麼蝦 蛤 靈蝦 靈蝦 哦 然後他們在當地就是漁民捕撈完之後 會在提案邊就直接曬 然後也會可以先食 他們都很願意分享 像奇經人都很 很有人情味 你經過他會說啊 你要吃嗎 哦 掃心你 然後他就會 第幾隻給我們吃這樣子 哦 可是那個上來已經一陣子了 那你到底是生的還是熟的哦 這個是已經曬熟了 對這個乾了嘛 曬成乾了嘛 我曾經跑步的時候吃過是新鮮的 啊你吃過 我跳跳的 剛上岸的 剛上岸的 剛拉上岸 所以要看潮汐流水才會有的 欸他在哪裡曬啊 這旁邊兩邊是水耶 對 然後 為了不要沾染下面的那個石頭 他們會鋪一個那個 沙網 沙網 嗯 接著他們捕獲的地方的沿岸直接曬 OK 這個就變成魚乾一包一包 這個就是 就你帶了大家去告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已經很重要的一個美食哦 番薯破 蛤 然後 碰的Yeah 然後因爲他們每天基本上都是現做現賣的 然後嗯 每一次開賣都大牌長龍要領號馬排 它的這個番薯味有特別挑過品種 然後非常香 在這裡 它還會有那個花生餡流出來 噴汁的醬爆 所以非常好吃 用番薯做的 這有意思了 這為什麼到現在還留著 還現在還有三輪車 有我們其今的人力觀光三輪車 是一直從以前的交通載具維持 到現在變觀光發展 然後現在因為騎乘的這些業者也高齡化 我們也一直跟他們討論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轉型 然後變成年輕人也願意投入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 應該沒有吧 很累嘛 騎起來你要嘛你裝個電池 現在都流行電動車了 你三輪也加個電池好不好 累死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有改造這個車體 我們經過一些 證券調查跟訪談 團業者 然後找年輕的夥伴進來 那今年接著會有一些會議 會去討論這個三輪車 還有沒有發展的 必要性 有啊 我們當然是覺得有必要性才會做 因為像首爾東京紐約 都有年輕人在騎這種光光三輪車載客 那重點是 現在是缺人缺工的時代 你現在薪水餐飲外場給到四萬七了都找不到人 那你這是要給人家多少啊 四百塊啊 對啊你是要給人家多少啊對不對 哎現在缺人缺工很嚴重了 來來來來是最後一張 來這什麼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空間就是 技工社還有八個房社 我們進駐了不同的這些創作者 所以有做漁網編織的 還有我們剛才畫這個插畫的成年往事 那另外還有這個做大魚棋復興的山津團隊 什麼叫大魚棋復興 大魚棋在新船下水 漁船的新造漁船下水 會舉辦一個盛大典禮 船上會掛滿彩色旗子 糯米糊防染這個全台灣 我們是做最專業的這個大魚棋的文化復興 他也跑遍了全台灣各個社區 去觀摩學習交流 然後我們現在到日本 也把日本師傅請到台灣 一致你說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是用什麼做的 什麼畫的 我們這個白色的輪廓線 是用糯米糊加石灰米湯去防染 然後堵住了這個布以後 開始染色染完 然後定色以後把這個糊洗掉 就可以露出這個白色的輪廓線 這傳統工藝 這傳統工藝 對 那這個是我們跟日本人合作 他們來這邊跟三八旅居 在做圍住計畫 然後來到我們期間體驗 所以我們邀請他們寫價 自己的人生關鍵字 然後再做出網版印刷的大魚 人生關鍵字啊 對對對 這有幾個我看不懂啊 這個真的來鬧的 這個人是來鬧的 人家人家是什麼 這什麼字 有一個字我要猜一下 這什麼字 這個這個這個 我忘記有一個台什麼的 他們就是來台灣 台日的 因為他們來台 嗯 台 然後外面我就不懂了 對不對 對 對 我也忘記他這一次寫什麼 我們另外一個夥伴帶 啊我有在現場 哦 台日交流之類的 好啦 好啦 反正就是他要怎麼發明 就我們就尊重他了 好啦 觀眾朋友聽眾朋友 我們節目時間到了 剛剛這今天我們花點時間 請李一致老師 還有周沛文老師 他們在地 奇經在地人啊 他們對於 對於在地啊 推廣在地的這個風土文化啊 就很有很熱情 很有心啊 所以他們成立了社團 叫奇經漫漫游 想要去高雄奇經玩的朋友啊 可以透過臉書 或者自己查找 記住這名字 奇經漫漫游 或大港笑嘻嘻啊 你就可以得到 可以預約 有專業的導覽人員 帶著你去在地漫游 然後 或是尋找在地的美味 尋找在地的文化 看看在地的宗教信仰等等 他們有很多這個 很多不同的主題路線 可以帶著大家去玩 相信啊 這個比 海鮮當然要吃了 吃了 吃了順便還是要去走一走 看一看啊 這樣子你的這個 度假啊 或者旅遊行囊啊 才會更加的豐富飽滿 然後對風土 在地風土的認識啊 更深度 更深厚 今天謝謝兩位老師 跟我們連線 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聊拜拜 拜拜